大家好,我是真实君 学过近代史的朋友 对于晚清政府 我们一般会抱有一种软弱可欺 毫无骨气的看法 因为他面对列强入侵时 签订了一系列丧群入国的条约 把国家整得千疮百孔 负债累累 那些割地赔款 现在让人听起来都很气愤 这一点清廷确实做得很烂 可书本上的近代史 毕竟多多少少是被阉割过的 近代的晚清腐朽、愚昧 但他也确实做出过一些 有骨气的事情来 面对洋人威胁时 也做出过挣扎和改变 来试图挽救 比如近代史上 第一个面对帝国主义 大声说不的道光皇礼 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解约开支 支持林泽旭禁烟 然后整顿朝纲 积极备战 要和英国人打一仗 并在1841年正式下找对英宣战 切断同英国的一切贸易 驱逐所有英国船只 遗憾的是 第一次鸦片战争 清朝的长矛大刀 并没有打赢英国的船舰礼炮 结果便是勤俭节约 历经屠治的道光皇帝 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丧权入国的条约 南京条约 而道光的失败 并没有阻止后来者继续守部 道光的儿子咸丰登基后 做了第一件事 并是把他爹在位时的那些 组合派官员全部撤职 重新启用主战派 不为别的 只为积极备战 一血前耻 而他上台后 充分发挥了他爹的优良作风 整顿朝纲 禁止挥霍 充盈国库 不仅撤掉了投降派的职 还和英法舰队在大沽口进行炮战 扣押洋人特使 并关闭海口 断绝贸易 时刻准备着和洋人决战 最终在1890年向英法宣战 咸丰皇帝在北京 一直坚持到英法联军 即将濒临沉下 才从圆明园仓皇出逃 而此战的结局 就是战败签订北京条约 并且150年辛苦建造的圆明园 被洗劫一孔 复制一去 而咸丰之后 光绪皇帝 在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时 也是同样下达宣战招数 但结局还是同前两位一样 一场甲午海战 打光洋务运动家底 并签订马关条约 割地贝宽 勤出于蓝 胜于蓝 到最后 直接向十一国宣战的慈禧太后 也是展现出适可忍 孰不可忍的骨气 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 他一口气杀了五位反对宣战的大臣 而结局却成为了八国联军 攻进北京 慈禧曾经那慷慨激昂的宣战招数 变成了丧权辱国的信仇条约 从道光到慈禧 清政府每一个掌权者都想 历经图治 保住大清江山 而且每次都是主动宣战 但一次比一次败得惨 一次比一次损失大 一次比一次割地赔款的规模大 历史的真相和残酷便是 历史只记住结果及过程 我们记住的是一张张 送权辱国的条约 没记住的 是这些皇帝也曾有骨气的苹果 但实力不允许 为了保证自己的黄泉江山不被溢住 才签订这些战败条约 那晚清政府屡战屡败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最开始他们觉得自己是气不如人 所以慈禧掌权时便支持开展洋雾运动 试图拯救中国 当时无论是慈禧还是同志光绪 都深刻意识到了海防对于维护统治的意义 于是建立北洋水师 勾入先进的战舰来巩固海江 但黄海一战 全军覆没 连根钉都没剩下 后来他们又觉得可能是质不如人 所以在光绪时期便掀起了一次变法运动 试图将封建专潜改成君主立宪的戊序变法 虽然维持了百日最终还是宣告失败 但也至少看到了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在面对外敌入侵实力不敌时的挣扎与反抗 所以把原因归咎于这些外部因素显然是偏执的 清朝的败王还得归咎于技术已尽的封建体制 在面对新兴的资本主义体制时 其弊端便展露无遗 比如两次鸭片战争 道光和咸丰虽然有心去挽救大清 但却也只能通过勤俭节约的方式去积累战争经费 战败后为了自己的皇权也能低下头去签订条约 再比如甲午海战 虽然清政府上下都支持海军建设 但慈禧却为满足个人专权带头克口海军经费 给自己修园子 作为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李鸿章 为了讨好老佛爷也加入了克口之列 致使海军经费成了朝廷上下都能来啃的一块肥肉 让海军内部也贪腐称风 军机涣散 连换一门速射炮的钱都没有 还比如戊戌变法中 虽然找到了一条改革途径 但改封建制度为君主立宪 那群封建体制下的入室大夫必然是不答应的 因为动了他们的蛋糕 慈禧也不允许自己的专权 旁落到改制后的国会议员手里 于是在面对列强对封建专权的挑衅时 他们展现的骨气是真的 但在战败后委屈求全想保住自己的封建制度和地位 也是真的 前者是为自己 后者也是为自己 为己不为民 这是封建制度最大的特色 也是亲王朝最终走向败亡的根本原因 好了 我是真实君 这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听完 有所得不妨点赞关注这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